動物雖然長得很雞巴 但現實中 很多人長得更雞巴 要對他做各種慘覺人寰的非人道行為 說他穿的衣服巨醜 無視他 送他垃圾 還要拿捕蟲網罩三餐打他 各位好 我是鵝肉麵 動物森友會 Animal Crossing 這款遊戲已經起飛 在台灣跟美國都造成不小的話題 算是非常成功 而我 一個資深認粉 當然也是在發售日當天就入坑 門王哥的朋友別擔心 我來稍微解釋一下這款遊戲 基本上 這遊戲就是一款老婆婆模擬器 你一定想說 哼 沒錯 在這款遊戲裡 你要 種花種菜 布置家中擺設 跟鄰居尬聊 管鎮上的大小顯示 就是如此這般的遊戲 所以我稱它為老婆婆模擬器 這款遊戲裡面有超過400隻動物 任何一隻都有可能成為你在無人島上的鄰居 一開始 我就知道在這遊戲裡面有企鵝的存在 而且還不少 故事一開始 你會跟兩隻隨機的動物一起搬到無人島上 我當時呢 早就想好對應的方式 我將不斷重啟 到我洗到企鵝鄰居為止 我的目標 就是建造一座充滿企鵝 只有企鵝的島 Penguin Paradise 但是第一刷 我就看到了賀茲 他是一隻機器火雞 You heard me 機器火雞 我雖然也是第一次接觸動森系列 但我很清楚遇到這種半生化的村民應該不是常態 而且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 機器火雞都太帥了吧 眼睛甚至長得像綠色髮黃 我立刻被他制約 至於另一個村民 瞧瞧 是一隻貓 牠呢 就是一隻貓咪 不得不說 這島上的生物巨小氣 首先 三隻資本主義的狸貓 拱斷了整座島的資源 一天到晚叫我做牛做馬就算了 期間 那兩隻小賊狸貓竟然還好意思叫我幫牠們蓋間店 那個時候 鐵塊老珍貴了 一座島 頂多挖到八九塊鐵 牠們竟然有臉跟我他媽要三十顆 還有要到處下跪才能湊齊 重點來了 這兩隻在我幫牠蓋好店之前 是24小時營業 蓋好之後竟然變成只從八點做到十點 你們他媽不是有兩隻嗎 幹嘛不一隻上早班一隻上晚班 簡直就是偷懶魔手 薪水小偷 要不要乾脆順便一粒一休算了 髒 髒又小氣 除此之外 其實整個島上的動物都賊小氣 我懷疑這個島上唯一有生產力的人 就是只有我一個 蓋一座普通的橋 就要十六萬八千 蓋了之後遊戲會告訴你 這將是大家一起募款蓋出來的喔 我想說 這遊戲終於恢復了一點人性 結果他媽隔天那兩隻窮鬼只捐了162塊 剩下的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塊 都是他媽我出 根本把我當工具人 回到正題 我玩這遊戲的野心 就是要創造一個充滿企鵝的企鵝王國 雖然整個島上的動物無一不在耍廢 但是隨著遊戲進行 我也慢慢對赫茲和喬喬產生感情 漸漸發現他們討喜的地方 赫茲雖然是隻機械火雞 但一天到晚都說自己要練兇練腿 是個十足的健身狂 拒不合他媽一點邏輯 而且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真的健身過 根本嘴泡膜 而喬喬呢 就是一隻貓咪 總之 我因為為他們退讓 企鵝伊甸元可以破例容下這兩隻非企鵝的生物 所以呢 要開始驅趕的 便是下一個稱名 也就是蒂芬妮 蒂芬妮巨眉特色 她就是一隻白色的老鷹 連個性也巨眉特色 不像喬喬跟赫茲有非常分明的喜怒哀樂 蒂芬妮就像火鍋裡面的魚板 不難吃 但是可有可無 來解說一下 這個遊戲中 一旦有你討厭的動物搬來你島上 就來不及了 要趕牠走 巨麻煩 你要對牠做各種慘覺人寰的非人道行為 例如 跟市中心說牠穿的衣服巨醜 無視牠 送牠垃圾 還要拿捕蟲網罩傘傘打牠 這一切都不難 難的是你要先鐵清自己的心腸 封閉自己的心靈 拋棄你的人性 但是為了企鵝伊甸元的理想 犧牲是必須的 在我的家門口 放著一個破爛空罐 你以為是裝飾品嗎 錯誤 那可是我之前在河裡掉到的髒垃圾 我早就準備好這個武器 等到必要時 它就是我送給蒂芬妮的見面裡 必須讓她知道 這座島上 可容不下乏味的魚板 蒂芬妮剛搬上來的第二天 我就抓起罐子前往她家 被叫作弄 被叫作弄 我的家門口 被叫作弄 大早就被叫作弄 太早就被叫作弄 才會叫作弄 從小的 太早就被叫作弄 從小的 总之,我后来也决定让蒂芬妮留了下来 最后,无人岛上又搬来了阿清跟恋恋 阿清长得很厌世,看起来消化系统就不好 恋恋长得不仅巨无聊,还很吵 他们都不是企鹅,但是可能是经历过蒂芬妮的事件之后 我心中某个开关打开了 所以那个空冠至今仍然在我家门口,没有送给任何岛民 总之呢,《动物森友会》是一个聚消磨时间的游戏 我觉得它根本就是精神时光屋 这个游戏铁定刻意设计成你不小心就会花贼多时间在上面 想玩三分钟,就会玩三小时 想玩三小时,就会玩三百年 想玩三百年,就会暴毙 暴毙就是带 如果你很闲的话,我蛮推荐来玩玩的 有些动物虽然长得很鸡巴 但现实中,很多人长得更鸡巴 而且动物的个性也比人类讨喜多了 你有玩《动物森友会》吗? 被黄蜂钉死几次了呢? 欢迎在下方分享你游玩期间所经历的事情 你知道吗? 那两只鸡巴贼狸猫会干一件很该死的事 就是当你卖东西给它们时 如果它们有流汗 就表示它们会算错钱 坑三小 死狸猫连算数都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